新年69歲動作巨星成龍出演了不少熱門影視作品 都獲得了好口碑 經於他主演的新片即將上映 他也在接受訪問時表示 自己和年輕人已脫節 不僅聽不懂年輕人對話內容 也沒有任何通訊軟體 更直言玩手機很浪費時間 成龍表示自己雖不懂年輕人 但至少知道他們很愛玩手機 透露自己寧願多花時間思考 學習或是練功 更透露做客綜藝節目時 看見現場多了很多拍攝器材 自己都不是很懂 不過他也曾自信地表示 電影裡刻苦耐勞的角色形象和自己很像 也同樣具有影響力 成龍還提及了拍攝時的趣事 透露自己和片中叫做赤兔的馬兒 有許多對手戲 不僅劇組人員都很照顧他 甚至還拼命討好賄賂他 只為了培養出絕佳的默契 字幕志愿者 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